我们一起在神的殿中 欢喜快来赞美我们的主 开办进入第八年的 台湾元汉新浪潮神学院 四月中在中立校议 举行开宫感恩礼拜 这所超宗派的新浪潮神学院 元汉二字不但凸显了半校特色 更是呈上神所造的圣灵浪潮 整个过去这十几年神造的浪 我想都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元汉同行 没有想过好像台湾的教会 可以大家合一连结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不是任何人造浪 是圣灵所造的浪 兴起团队被神所兴起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这个兴起团队 它包括了差不多两百间的教会 那它不但是连结在一起 那有一个神学院就能够 世世代代传承这个意向 神学院每年照收一百二十位学生 原住民占了百分之七十的比例 而且大部分是已经在幕会 付上代价批心代月的来受装备 接受装备的时候就发现了说 还有一件事情更重要的就是 有关于信仰本质的部分 也就是认识神跟爱神 我就有一个渴望就是说 能够把这样的学习跟真理 能够传递到 比方说台湾的原住民部落里面 让更多的原住民能够知道 信仰真正的核心是什么 整个神学院的运作 以及它的所有的装备和教育 都是以高举耶稣基督 并且以十字架的真理为核心 不是宗教 而是与神的关系 我们的生命生活和侍奉 都是以神为中心 那这半年生里面 我们从没有到有 那么起初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找不到差不多二十几位 但是一直到现在 我们不断地跟各教会连接 培养的不是一个光是属灵的知识 是能打仗的传道人 目前我们毕业了 已经有三百一十七位 现在在和尚里面工作 神学院预计一年半后落成 展望未来 这不只是新浪潮神学院的扩张 更是上帝国度的扩张 相信承上元汉同行 圣灵的浪潮 众海岛百姓将在末后的日子唱新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